来 再把我们跟老杨一起观战一把红蝶 这阵容有点脆啊 先知机械前锋加空军 不过这阵容 打起来如果修起来 红蝶也不好打 带了个精神 这把阵容方面我说实话 我觉得我盲才啊 人类是平均起不得局 就这个但从阵容方面 不管是空军还是先知还是机械 对红蝶来说都不舒服 他除非是抓到人能干扰到机子 干扰不到机子 红蝶打啥干扰呀 红蝶根本就干扰不了电脑 导遗产吧 想导遗产我觉得非常难 因为这把修机速度会非常快 难怪导遗产遗产机 人类的修机照样能赶回来 不过抓先知应该是抓 比抓那个空军和机械师要好一点 对但是 但是现在因为机械师增强了 他的修机好像雷若虚减了 没有那么多了 这一把的话 红蝶要非常快的一个 闪现击倒他才行 但是他带的是金身 没有一个闪现击倒的一个速度 这边先知身上还有一只鸟 还能再继续吃两刀 这边鸟靠上 直接翻板子 继续牵制 这三刀频率的话 对于红蝶来说 这种阵容方面 修机速度竟然达到了 400多的速度来说 我认为红蝶是非常难打的 但是这部红蝶反绕了一手 先知先知直接被打倒 之后密码剑要五台机 虽然说五台机 但是空军一台机 也是两台前锋一台 密码机已经修了基本上 大四台 那我觉得 这把的话 穷者保 红蝶保平真胜 信不信 红蝶保平真胜的话 我觉得这波要看 空军跟前锋的这波 牵制屠夫的一个配合了 如果说能开的枪开的好 或者前锋撞的好的话 他这个晶身用不出来太多的效果 不一定的 老杨呢 他观战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不看机 你看一下 现在修机的总量是多少 总量不总量 他们的机子其实并不快 总量不总量 我知道通过上把的 噩梦大帅怎么喜欢降 这边看一下前锋的操作 一关一就操作出来了 前锋操作和毛线 我这边牵起前锋 你前锋敢转 我今生一顶 你前锋倒了 这局还怎么打 话还这么说 前锋敢操作 那空军万一把枪开好的呢 枪开好吗 是 但是机子不够的呀 来来来 前锋来了 来来来来 哎呀 这机子都没交出来 那这边还打到了娃娃的机子 有一说一这局 我都觉得红蝶要赢 红蝶赢的话 哎这两个人干嘛呀 这两个人 哪里呀 你看机械师跟空军 你看他 原地卡了30秒 我操 就是刚才机械师堵了这个门 空军想出去 出不想逃 逃不掉 飞轮空军 先想吃一个实体刀 编到椅子了 空军身上有一把枪 这把枪的效果 看到不能发挥出来 挡了一刀 没挡到 这里还是在牵着 一个板子给盖到了 哎呦 这个板子 他没什么 这把空军好秀啊 是啊 这把再把他的蝴蝶给打断 那就更帅了 哎呀 断飞了 蝴蝶 空军这边就一直假动作 也要交枪的样子 然后其实这把枪就一直不交 让你这边反应过度啊 他现在要跟丢先知了 他现在不知道先知的位置啊 那这一局的话 我认为穷农者是有机会赢的 不可能 如果先知这波丢的话 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 现在都被 找不到先知了 找不到也得找 你看穷农者的机子差多少 你看机子大哥 有一台还差一台满机呢 我找不到先知 我硬找 我找他 我绝地三次 行 你迟到了 他这边 哎呀 隔疮倒 这都打个隔疮倒吗 谢谢猫头 应的礼物 这边前方过来操作 一个球 金身给逼掉 三个人打两台密码机 这把的话 那应该是一个大概率的 平局走向了 但是如果前方跟空军 其中一个人倒得快的话 是又能阵营的 我觉得还是 红蝶的宝瓶真胜吧 还是宝瓶真胜 你再看一下机子 他们 这把天衣怎么这么慢呀 他们的鸟龙差太多了 直接给抽倒了 完了再走了 一场机还给守住了 完了完了 完了 红蝶要赢了 怎么越看他越赢了 是呀 老羊呢 他的分析没有错 因为这个阵容 修机速度很快 但是球人转 应该是前期 他们修机的 节奏乱了 老羊打职业 打四黑打多了 对这种双排 对双排的这种 路人排位的话 这些电击的判断 没有 那么就是 其实这些排位 没有像比赛呀 或者什么呀 那样紧张 就是这个电击 稍微要松一点 因为老羊打的是那种 职业选手的那种 他们那种的是 无缝修机的 三分半开机子 都算慢的 有的时候 三分钟不到都能量 这边到过半 打一刀 好的 对因为老羊职业 毕竟是职业选手 打的那些高端局 他总是套娃 把高端局套到这上面 其实是 咱们打这些 平常的排位赛 并没有那么紧张 大家的话还是想 打出一些 稍的操作 秀的操作 好看 但是有时候 电击会稍微来说 比较慢 就比如说前方的 这几拨撞 很敢撞 他完全就不想 前这个红蝶带的 是不是金身 我就是撞 半选我也去操作 这就是一个排位 跟比赛的一个区别 所以说老羊 毕竟是 平常打比赛的人 他在打排位 有时候判断错 没有判断 就判断 已经我看的 比老羊多满 我会在局势的中间 点开地图 看一下他们的 修机状况 老羊是不看这个的 老羊就根据 就把这些群者呢 已经是默认为职业选手了 把他们当作 职业级的选手来看的话呢 确实这把群者的机子 理论上面来讲 当时那一波中间 把那个先知 保走以后 应该是 偏四人开门站 甚至先知都有可能 吸出一只鸟 对对对 没办法 因为老羊是顶面的玩家 你懂问题的话 这个比赛都给你装到了 你是不是应该 把那颗车利子还给我 是吧 确实 那这把就赢了呀 那这一把的话 这把我们跟上一把 那个噩梦 我们打平嘛 我们两个现在就互不相欠 好吧 好 没问题 捞下来了 那我们 我们看下一个人 好好好 这把应该是没有任何学念的 我们就走下一波